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我最近谈军事话题比较多 好久没有谈SpaceX了 作为佳餐今天就来聊聊它 9月17号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发布了SpaceX兴建轨道发射的环境拼估草案 基本允许SpaceX从伯卡奇卡星际基地 进行轨道火箭发射 但还需要一些环境补救措施 这个环境草案有一个月的公众意见征询期 将持续到10月18号 FAA将在10月6号和7号 举行线上的虚拟公开会议 讨论伯卡奇卡星际基地的火箭发射问题 评估中包含的许多因素 从空气水质到噪音和视觉效果 都可以通过报告中概述的措施得到缓解 例如SpaceX将被要求采取措施 尽量减少危险材料和废物的释放 并清理任何的溢出物 不过还有一个潜在的障碍是 火箭发射对伯卡奇卡周围的宾威物种 有哪些潜在影响 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伯卡奇卡的轨道发射活动 将对联邦宾威物种法中 列出的物种和指定的关键气息地 产生不利影响 FAA表示 它正在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合作 确定这些影响 并且在这个机构提出正式意见之前 环境审查将不会完成 另外 这次的环屏 可能只适用于伯卡奇卡星际基地的初始星舰发射 因为目前的这个环屏基础是 在开发阶段 每年最多进行20次星舰的亚轨道试飞 以及 每年最多5次的星舰火箭的轨道发射 而SpaceX对星舰火箭的预计的需求 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些次数 所以到时候还需要重新进行环境评估 另外9月15号到18号 私人太空旅行灵感4号已经成功完成了 开创了私人太空飞行的新时代 这次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 4名成员完全都是非专业宇航员 他们的太空旅行完全是由地面来控制的 然后我还会谈一些关于星链卫星的最新进展 今天可以说是私人太空游的最热闹的一年了 从7月的维珍银河和蓝色起源的亚轨道飞行 到9月的SpaceX的地球轨道太空游 再到10月的俄罗斯拍太空电影 还有12月的前则有作的空间站旅行 明年1月又有公里太空的空间站旅行团 私人太空旅行如同火箭点火一样飞速发展 看来地球上的富人还真多呀 首先这次灵感四号的私人太空旅行 不是第一次太空旅行了 以前已经有过七八次了 但这次有重大的意义就是全部都是普通人 没有专业宇航员陪同 这也让未来的太空旅行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 因为这次的灵感四号的所有成员都是非专业宇航员 一旦他们在太空出现危急状况 恐怕就不容易应对 所以这次飞行完全是由地面控制中心来遥控的 灵感四号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9月15号 周三晚上8点02分 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SpaceX进行了4.5小时的直播 点火大约9分钟后 零应九号火箭的第一级助推器B1062 成功降落在了大西洋的舶船上 这是B1062的第三次飞行 12分15秒 坚染号龙飞船与零应九号第二级火箭分离 他们朝着地球上空585公里的最终轨道前进 灵感四号的飞行高度达到了585公里 比哈勃望远镜的540公里和国际空间站的420公里都要高 每90分钟绕地球一周 10个月前 亿万富翁科技新贵贾里德·埃萨克曼向全世界宣布 他将开始一个新型的太空飞行 全部都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太空旅游团 于是诞生了灵感四号任务 这次旅行的费用没有公开 估计大约2亿美元左右 埃萨克曼赞助并参加了这趟私人太空旅行 他担任指挥 还找来了三名幸运儿一同旅行 为了让这次私人太空旅游更有趣 SpaceX在龙飞船的对接口处安装了一个玻璃穹顶 可以360度观察太空 这个对接口原来是为了飞船与太空站对接使用的 而这次私人太空旅行不会去空间站 所以说这个对接口就没有用了 灵感四号结束后 10月5号 俄罗斯的导演克里姆·西彭科和演员尤利亚·佩雷·希尔德 计划乘坐联盟号到国际空间站 他们将在那里为一部名为挑战的俄罗斯电影拍摄场景 然后日本亿万富翁钱泽有坐 将在今年12月称作联盟号前往国际空间站 他的视频制作助手平野杨三也一同前往 记录他的这段经历 钱泽有坐还向马斯克预定了星舰的环绕月球旅行计划 并预先支付了两亿美元 预定在2023年 他将邀请8名艺术家乘坐Space的星舰一同前往月球 环绕月球飞行后再返回地球 私人太空飞行是美国最早想实现的 在航天飞机成功飞行后 美国就开始讨论是否可以让普通人也到太空遨游的事情 在1980年代 NASA启动了一项太空飞行参与者计划 让普通人也有机会乘坐航天飞机飞往太空 通过公开募集 NASA选中了一名教师 一名记者和一名艺术家 不过这个计划却以悲剧收场 他的第一位参与者是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教师 克里斯塔·麦考利夫 1986年 他与六名专业宇航员一同 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一元太空梦 但不幸的是 挑战者号却在升空过程中爆炸了 他们都丧生了 此后这个太空飞行参与者计划就被取消了 美国没有搞成私人太空游 俄罗斯却实现了 在21世纪初为了开源节流维持空间站运营 俄罗斯空出了联盟号飞船的一个座位卖给普通人 来满足私人太空游的梦想 第一个太空观光客是美国商人丹尼斯迪托 通过美国的太空探险公司协助 在2001年乘坐俄罗斯的联盟TMA32号太空船飞往国际空间站 进行了10天的太空旅行 总花费2000万美元 从2001年到2009年 太空探险公司介绍了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7个人 成功进行了8次太空旅行 每个航班都有一名付飞客户与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一起乘坐联盟号 他们抵达国际空间站后 付飞客户在空间站上待大约一周左右 然后与空间站上上一批俄罗斯宇航员一起返回地球 还有一家太空旅游公司正在崛起 就是美国的新创企业公里太空 它已经与SpaceX签订了四次太空旅行发射合同 最早将在2022年1月成行 与灵感4号的三天旅行不同 公里太空的乘客将去空间站短暂停留 做些实验 前后要10天左右 当然这个要价就更贵了 最新的消息是 俄罗斯的火箭航天企业已经与太空探险公司合作 将于2023年推出可供两名普通游客参加的太空旅行计划 其中一个人更可以和俄罗斯宇航员一起出舱进行太空漫步 普通游客在太空漫步若能实现 这将是历史上的首次 去年12月曝光的文件显示 乘坐联盟号的游客旅费为25亿卢布 约合3450万美元 俄罗斯太空专家预测 太空漫步的旅费估计要高达2亿美金 私人太空旅行当然还都是亿万富翁才能玩得起的 这次的灵感4号虽然邀请了三名普通人 但也是竞争激烈和重乐透差不多 但不管怎样还是推开了一道门缝 当然即使不是亿万富翁也可以尝试一下 亚轨道太空旅游 亚轨道飞行虽然体验的时间短了些 只有几分钟到十分钟 但不需要长达数月的太空训练 对于时间不多的人来说 也是个不错的探险体验了 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两个主要提供者 维珍银河和蓝色起源 现在都已经在7月测试了载人飞行 并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 开始定期的商业飞行 维珍银河公司的6座太空飞机上的一个座位 目前售价是45万美元 蓝色起源还没有透露票价 但考虑竞争的关系 预计应该与维珍银河差不多 再来谈谈超级重型助推器和兴建的最新进展 自从9月8号超级重型助推器B4 再次被调装到发射台上以来 大家都非常关心它的进展 一开始我谈到了 FVA正在进行兴建轨道发射的环境评估 要到10月18号为止 所以我估计兴建的轨道发射 最早也要从10月开始 SPACES在本周已经申请了 5个6个小时的测试窗口 届时将封锁伯卡奇卡星际基地周边的道路和海滩 估计是做低温储罐的相关测试 超级重型助推器B4和兴建S20的测试 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 因为B4要装填4000多吨的液氧和液态甲烷 上面的兴建S20也能装1000多吨推进剂 这么多的低温推进剂 要有相关的地面储存装置才能运行 从今年1月开始 星际基地的轨道发射设施一直在紧张的施工 最终将建成8个大型储罐 其中7个低温储罐可以储存数千吨的液氧液氮和液态甲烷 还有一个是储存上百万加仑的水箱 目前7个低温储罐只安装了两个液氧和一个液氮储罐 还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把其他储罐都安装好 而且还要花时间调试隔热配管和储罐 当地时间9月19号上午 运载低温液氮的卡车开始抵达星际基地的轨道发射设施 这是轨道发射设施的低温储罐 第一次接收低温液体 预计本周开始将陆续开始低温储罐的测试 这应该是一边施工一边测试了 因为这些储罐的容量都十分庞大 一旦泄露或爆炸都会非常危险 所以SpaceX才申请封路 超级重型助推器B4被调装回发射台上之后 一直在做管线的施工 SpaceX还安装了部分的猛禽发动机 然后又更换了至少一台发动机 星舰S20也被安装在亚轨道发射台上 在那里安装了猛禽发动机 从中心的普通版发动机开始 然后又安装了外侧的真空版猛禽发动机 如果进行静态点火测试的话 很可能是两种发动机分开点火 因为SpaceX很少正式谈论星际基地的活动 而且星舰的轨道飞行还没有获得FAA的批准 目前的活动大多都是外界通过一些现象猜测的 所以我也不愿意做更多的评论 还有SpaceX最近开始了升级版星链卫星的发射活动 9月13号从加州帆登堡基地发射的猎鹰9号火箭 送51颗星链卫星进入境地轨道 这些卫星是V1.5升级版卫星 具有太空激光链路 可以不依赖地面站 在卫星之间传递数据 为海上船舶空中飞机和移动物体 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 并能显著地降低延迟时间 增加网络速度 这些卫星首先被送入343公里高的轨道上 最终将进入570公里高 轻较70度的工作轨道 这将允许星链覆盖美洲北部地区 像加拿大和阿拉斯加 还有北欧地区 还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南部地区 SpaceX的原定 从7月开始就发射这批V1.5卫星 但是因为激光链路出现了明显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任务被推迟了大约两个月 之前SpaceX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星链发射 1594颗卫星被部署在550公里高 53度青角的72条轨道上 不过第一阶段的卫星没有太空激光链路 每个卫星都需要与地面站连接 所以无法为海上空中的物体提供互联网 上个月SpaceX总裁肖特维尔说 星链用户已经有9万多人 还有60多万人在申请等待中 而且接收装置已经更新 成本下降了一半 另外9月13号使用的第一级火箭助推器是B-1049 发射后成功返回着陆在太平洋的舶船上 这是B-1049的第十次飞行 它与B-1051同样成为反复使用十次的记录保持者 这次发射是SpaceX在2021年的第22次发射 也是L-09火箭的第125次发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还会继续为大家更新SpaceX的最新信息 希望您锁定我的频道 我会带给大家详细的航天军事的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